哈利路亚 正义们 大家好吗 好 你们全部都是正义 是不是 阿们 阿们 不是现在都是将来 就来全部都是正义的了 今天我们是第二堂的陪灵会 以往我们的陪灵会都是 第一届的我们陪灵会就在哪里 拉湾古达 无边的拉湾古达 第二届的我们的陪灵会就在斯大湾 第三届的我们就在太平 第四届我们都还在这里 这届是第五届 但是这届是很特别的 就是因着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可能 也都没有办法 每一堂都有这样的 好像根据这些SOP这样来做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距离 是不是好 不是多热情 如果错密一点 是不是大家好一点 而且我们在陪灵会 我们每一次去过法 我们都是好像几堂车一个人 一班去到那里的宿舍 我们的会堂那里 我们在那里住 住在那里 吃在那里 饭在那里 一切在那里聊 一切在那里开心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福法 多谢主 今天我们都是第二堂 已经是顺顺来 你回答到这个第二堂了 是 今天我们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 德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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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是什么意思啊 德性就是说 战争是一个名词 战争就是一个动词 我们争战 遇到东西 我们需要在神那里 我们争取 争取这个战 你这个所有的扑凡 你的恩典 这些我们叫做争 我们是争你的 这些是德道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属于一个新丁 我是属于一个新丁 每一次我们这个陪领会 是我没有分享的 是今次是特别的 一着牧师爱我们分享 而且这个主题是安排的 不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就不像 有几位资深的这些大兄 他们这些 已经很没问题的了 所以气是呃 每个人都可以呃一声的了 但我的呃是最小声的 因为我不是太厉害了 所以没问题 遇到这些挑战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挑战 所以这个 这个得胜的战争 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不是单止跟你们讲 也都是跟我讲 这个战争 我们需要怎样去争利呢 我们怎样得胜呢 是吧 上一堂 我们陈明太执事已经帮我们讲了 关于灵方面的争战了 是不是 今天我们这堂就讲到 怎样我们肉体方面的了 对我们情绪方面 我们肉体方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开出我们头一个slide 今天呢 有一个好 都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啊 第一个slide please 第一个 第一个啊 今天这个游戏呢 我们也都是一个游戏 结束都是一个游戏 我手上有五个红包 这五个红包呢 是浓缩的 第一堂我们十个嘛 这一堂我们又浓缩了 变了五个 所以 问题呢 又更简单过上一堂的 更简单 所以每一个人要抢答 抢答 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个机会 很简单的问题来的 所以我们 今天呢 我们就讲这个开始了 将我们的这个 德性的战争 我们属于是 肉体的 是吧 当我们属于肉体的时候 第二个slide 啊 敌人 和这个撒旦 撒旦这个名字 我不可以讲这么多 因为讲多 比面子 我们讲敌人好了 敌人怎样看上我们呢 是吧 我们怎样 面对这些 这样的负面的事 负面的话 有没有 周不时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意到的 真是 好像 你来教会也好 哎呀 干嘛你呢 我们教会是八点开堂的 这么早开堂 你这么早起 做什么 睡多两个小时 不好吗 这么辛苦 在那里做什么 对不对 在家里敬拜赞命 不行吗 这些负面的事 就是 周不时在我们耳边 这样飘来飘去的 所以 令到我们 心心意念 这些这样 扰连我们 当我们 遇到这些问题 就要靠 耶稣基督 来解决我们 对不对 负面的事 很多 敌人看我们的时候 通常都是讲 给一些负面的话 我告诉你 行吗 行吗 你行不行啊 你是不行的 你这些不行 你那些不行 你知道的 有些人说起 没有读过书 不懂字 或者不要讨过 或者不要看圣经 种种的问题 种种负面的事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没有读过书 还要看圣经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必须有意识的 对不对 所以 扣着主 平时都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不要听这些负面的事 负面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 我们都不要听 这些属于灵界的一种 一种攻击 我们不要听那些负面的事 对不对 所以到我们 今天这个时代 你看一下我们 这个疫情的发生 对 属灵的攻击 更重要过这个疫情 更可怕过这个疫情 这个属灵的攻击 不是我们基督徒而已 所有人类都攻击 你看到没有 所以一些这个 COVID-19 这些死的人 你看成为基督徒吗 不是啊 世界 你看很多国家那些 不是属于基督国的 他们都是中 对不对 每一次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可怕的数目指出来 多多沉默了 多多沉默来说 全世界有多少 已经有三亿六千万人 已经中去了 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呢 是不是 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呢 已经有 说不出了 真是这个是 将近三千万 二千九百万 将近三千万死 全世界已经算了一亿 一亿多 一亿四百万 一亿四千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目 只是很可怕 因为每一个人 你们是面对的 这个疫情之中 害到我们所有的人类 包括你我 包括你家人 包括你身边的所有朋友 都有影响到 是不是 因为这个时代 你看 天灾人祸 多重要多 一个火烧 澳大利亚 那些三岚火烧 都几个月了 街街买卖 都头没四个月了 看多重要 开销到那些地方 美国 蝗虫 你看 这些蝗虫 印度 南亚这一带 南亚 南亚 就是印度 巴基斯 巴基斯坦那些 那些地方 我们叫南亚这一带 几多蝗虫的灾害 是不是 但是这些种种 这些这样的灾害 都不当得 这个宿灵的攻击 宿灵的灾害 还对我们人重大事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家人也好 国家也好 那些 所以很多我们家 有什么 突然听到这个 哎呀 这个家庭破裂 哎呀 这个人 最近有忧郁症 什么问题 这些是什么问题 出来呢 不是罪我们人 不是罪基督徒 就是所有人类都有面对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控制我们的肉体方面的 这些程序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这些是在所谓的敌人 和这个魔鬼 怎样看我们的 是不是 都神怎样看我们呢 神 要怎样看我们 我们看诗篇 一百三十九 诗篇一百三十九 看字 这些 有口识的 这些有口识的 但是你们不要怕 这个口呢 不是 我叫你们背小鸟 好像刚才猪体那样 背小鸟 不需要 你只不让我知道 这个slide 里面有什么特色 可以的了 所以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九 我导给大家听了 这个造物者 就是神怎样看我们呢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 这个诗篇里面 讲到一清二楚 给我们人 是属于一个怎样的人 是不是 刚才你看你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遇到困难 这里都很多负面的东西 是困扰自己 是不是 所以你是觉得你自己 好像很脆壮 好像很无能 好像很低位个人 什么都不行的 你可以的了 我不行的 这种种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制成我们 今时今日的我们 今时今日的我 和你 都有一种心体 觉得我们自己是不行的 但是你明知道我们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有power的前能在我们身上 这个身上的前能 在我们普通人 这样来说 都没有用到一个 一个巴仙 至到十巴仙 给你一百巴仙的前能 但是你没有用到 是不是 所谓这些有根有具的 曾经 我讲一个故事 曾经在美国 美国 有一个女人 有一个女人 她就在家里面 厨房那里 听到她外面 有一个养水的儿子 叫一声很大声 她就走出去看 原来她的车 无法驾驶 那个车就退了来 硬到她的儿子 硬到她的儿子的身上 她的儿子就叫出来 当她叫出来的时候 她做妈妈的心痛 见到这样的情形 你看她的妈妈怎样 叫她来 迟了 不是 她的妈妈不是 一只手托起那档车 一只手拉起那儿子 哪里来的 前能力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前仪室里面的 就是那些上帝已经给我们 但是我们都没有发挥过出来 命传发挥过出来 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看你可以发挥多少 这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挑起你这个前仪室的能力 怎样挑起 就是好像你扮兵 扮兵 这个赚生意 你原本你说了 你可以做多少 我可以做十下 我可以做十五下 二十下而已 但是呢 在旁人挑你的时候 你不单止做十下二十下 你可能做超过五十下 有没有 有些可能没有 你回到家 你回家 你试试看 试试看 挑你的前仪室出来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挑不去 旁人帮你 都OK 这个故事讲完了 我们讲一下圣经里面 这一段经节 诗篇139 13章至16章 第13章 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 这个诗人 像我们的神所说的 我在母腹中 就是妈妈的肚中 你已经附备了我 你已经固执我了 对不对 我要在你的 我要清謝你 因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 人这个受造是可畏的 是一个奇迹来的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知道的 我心好知道 这些是你奇妙的 你安排 我在黑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给联络 在地的深处给联络 这里联络我们就是说 给塑造这样的意思 那时我的形体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真的隐藏不到什么 你已经刚照着我了 第16节 我未承认的时候 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 你所做的 我常为度过 对不对 这里的解释就是这样 我被造的那个时候 我的体型 还没有一样成型的时候 你已经将我死在生命策上 对不对 我们知道 这段圣经的表演知道 人生 我们人生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我们所知的 现在就是我们所知的 生老病死 这些所谓的过程 对不对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本身你的过程 是怎样来的呢 对不对 有人想到这些吗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所以在这个圣经中 我们就看到 在我们母覆中 神已经附复了我们 就是好像 我希望这个时候 大家都是成熟人 对不对 很多都熟透了的了 我们都是成熟人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打开我们思想 铲开我们的心 来接受这些圣经 这些神的怀疑 这些所讲的 我们人 是不是 是怎样来的 你和我 是怎样来的呢 来 我们 开 就是想散开我们的心 我们开始 我们讲这个 当你的父亲 将其的那些 那些症虫放在你 妈妈的身上 他过一秒钟开始 你已经来到了 那就是你已经来到了 在医学的那些 数据里面 每一次的那些症虫 由六千万至二亿 那些症虫 厉害吗 很多 是不是 这就是其中一个 六千万至二亿 这些这样的数目 又不等 这些就是有多有少 但是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不要说 二亿那里这么多了 我们讲最少的六千万 马来西亚人口有多少 最多是二千多万 三千万都不够 这是六千万之中的 一个的时候 你知没有 那个是你了 所以圣经说 在这个母福中 你已经光照着我了 就好像一个舞台 很大的舞台 一帮人出来的时候 一个光照着一个主角的时候 就是光照着气 这个意思 神的光就好像那些光照着气 照着你了 是这个人 神所拣选的 祂爱你们来到这个世界的 所以不论你们在 六千多万个之中 是哪一道的 哪一道的 神已经看见了你的了 祂的光已经照着你了 是吧 拣选了你们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吗 你在那些神尾精 神尾精 麦克风 是吧 那些神尾精你看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你那时候肉眼都看不到的 六千多万 你知道吗 到一到二亿了 你在那段 你看不到的 肉眼所看不到的 这些精重的东西 但是祂爱走着这条路线 祂爱走着这条路线 祂爱的目标是到哪里呢 到祂爱妈妈的那个卵子那里 对不对 这些是祂的目标 跟踪这条路线 祂爱的新的倍数来算了 几万倍 几万倍 如果以我们身体来这样算 你算几万倍到哪里 对不对 这个几万倍之中 祂爱增责 不是起一个人而已 不是你一个人而已 是好多 六七千亿人 这样边边 跟随你这样做 所以 那个时候 你已经有这个潜意识了 上帝已经放在你身上了 你已经知道 这个机会是一次而已 这个机会失了 你永世都没有在这里了 都没有在这里挫折 没有机会了 所以你是这个时候 挑起你自己的情血厂的时候 你说我爱冲不到我的目标 对不对 搬路 如果遇到可能的那些宣泽 或者遇到百血球 那些这样的攻击 但是你知道你只要冲破这些军 对不对 你爱冲过 好像你看到那些马拉松 赛跑那些 几千人跑 其中一个冠军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潜意识 他就是 我跑 这条路是需要走的 对不对 你就是其中一个 你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想到 我必须要经过这些重重的难关 重重的那些这样的 不好的地方 经过遇到这些这样的攻击 还有那些很多的竞争者 对不对 不是你一个而已 你一记字一记字 不是你一个而已 但是你有这样的耐心 你有这样的恨心 你有这样的努力 对不对 你只要冲 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以后走 因为你不可以失去这个机会 你不可以失去这个机会 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 所以这个路程 你就会不断不断 一秒钟你都不可以停下来 因为你一停下来 就有人冲过来 对不对 OK 路中有很多掉了隔 有很多失了什么 剩下来很多 那些强壮的 跟你一起跑的 对不对 到了一路走的时候 一路跑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说输的 因为你知道 这些真的不可以输 所以你 铺子一个这样的意念 你铺子一个这样的 一个刚强的心 对不对 你想 这条路我不走不行 一定我会走 一定我会冲 冲破所有的难关 要先踏到你的目的地 所以你是 抱着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 你不会有顾虑到其他的了 对不对 你只要向前冲 向前跑 直到最后 你踏到你的目的地的时候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分开一下 我们的初中 我们初现 本我们的人 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 对不对 到今时今日的 我们呢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当时的意志力 起在哪里 你当时的努力 你当时的坚持 起在哪里 到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 我这些不行了 那些不行了 那些不晓了 那些我不减了 种种这些问题 影响到我们这个意志力 全部破了 这些就是 这个敌人 被我们的攻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布置一个心 想起我们初中的时候 我们明成形的时候 神看我们怎样一个人 气的光已经照着我们 所有的形态都明有 手脚都明有 你只不过一个头 带着一个虫尾巴 就这样走 就这样冲 对不对 到阿明 冲到你的目的的时候 这个过程 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是不是 所以冲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 成为一个什么呢 得圣者 得圣者 是不是 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一个冠军 是不是 为什么没人回答 是不是一个冠军 所以你是一个冠军的时候 你今天你是什么人 以优秀的人 以优秀的人 你都是冠军 对不对 到今时今日 每一个人 你们都是冠军 因为你们 得到一个优秀 得到冠军 得到胜利 你整理到这个世界 阿明 因为神光照着你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 以优秀的人 对不对 几亿个 选你一个出来 是不是以优秀的人 是你就是给大大的荣誉 给上帝 阿明 阿明 我要拍手掌 大力点 不要鼓汗 你给上帝的 不是给人后 谁的 阿明 所以我们将这个时候 我们要明白 我们身上 我们来的 我们所带来的 是这个基因 是这个前意识 这个前意识 是很强 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自己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们明白 我们是一个什么 读出来一下 阿明 我们是以众不同的人 对不对 所以记着 这个就是神所看我们的 一个以众不同的人 我们再看下个slag 好吗 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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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到结论的时候 好像很快 到结论的时候 结论了 我们这里有几个字 这段经文 以赛云 一章九节 看得到好吗 看得到我们一起读 好吗 OK 开心大家 一起大声读 是吧 OK 三 二 一起读 一起读 你当 刚强壮胆 不要跪怕 也不要惊放 因为你无论枉了你气 也说你的神 逼以你同在 阿明 现在我们用另一个方法读 将这个理字改造我 好吗 我们再来一起读 将理字改造我 大声开声读 开声的 不开声不行的 开声读 OK 三 二 一 大家读 你当 不要跪怕 也不要惊放 因为我无轮往来起 也说我的神 必以我同在 阿明 阿明 所以将大大的掌声 给神 乐利 有一句笑话 我都是 勉励所有的精英 勉励所有在座 每一位 不要当 想着你年长 不要当你是老 我们不是老 我们年纪大 阿明 所以我们是记者 我们年纪大 我不是老 OK 这里有一句说话 我这时勉励大家 如果你是一只精英 就不要在乎 这个麻雀仔 怎么看你 麻雀仔 怎么看你 因为你飞的高度 你的缩度 你所看的角度 他不知道 他都不懂 所以你精英就是精英 阿明 你不是 你以众不同的 你是到今时今日 你是精英 你是以众不同的人 对不对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认识自己 刚才我所说的 翻译那段 是不是 你是认识你自己 不是我们现在时候的自己 你明承认的时候 那个自己 你是承认以前那个自己 初中那个时期 你是认识你那个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 是戏的目标 和方向 最重要 面对 别人的那些批评 别人的那些说 不要理系 你只有努力 向前 这样你能够看到 一个优秀的自己 优秀的自己 阿明 阿里路亚 我的分享就到这次为止